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牛爷爷的藏经歌 我是考古阿普匠 2010年的暴雨 是个在当年非常有特色的作品 他用极少见的交互式电影 叙事模式加QTE的操作 和一众PS3独占游戏一起 吹响了PS3中后期反攻X360的号角 并且在后来又移植到了PS4 PS5和PC平台上 小两席人取得了相当不俗的商业成绩 故事讲的是 男主Eason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大胖小子 但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一个儿子 自己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离异以后带着另一个儿子一起生活 每天郁郁寡欢 还要接受心理治疗 而这座城市每到秋雨连绵的季节 就会发现男孩的尸体 手握折纸 胸口摆放着一朵兰花 随着受害者越来越多 这名连环罪犯被人称为折纸杀手 而就在这个秋天 Eason的儿子同样离奇失踪了 为了找出凶手 救出儿子 Eason开始了和时间赛跑的殊死搏斗 在通完全作以后青春阿铺最大的感受就是喜忧参半 利弊真的很明显 先说优点 这是一部妥妥的成人剧 爱玩gill的小伙伴们 有福拉 本作的第一女主 麦迪逊 英气十足 长腿翘臀 再加上极其大胆的演出 尤其是歌厅热物那个章节 真的是让老四批们血脉本章 其实麦迪逊刚出场可能给你的印象并不一定 那么好 主要是脸部线条 过于有棱角 下河有点宽 比起日式游戏里的瓜子小脸女主 多少有点不适应 但是一来有前妻作对比 这前妻本身姿色就很一般 虽然是孩子他妈 但是天天逼逼叨叨 还给叔叔乱汇报 导致男主猛兽 不败之缘 真心败好感 对比下来 麦小姐有情有义 生死相许 又能替你绕伤 又回暖床 越看越顺眼 但正因为麦小姐给了牛爷爷 太深刻的给我感觉 导致出了大问题 在深入虎穴探寻卖药 老四批的章节 这货问我要不要喝酒 按照你牛爷爷固定的 思维套路一定会有个什么 战败CG 对吧 美滋滋的让麦小姐把酒喝了 昏倒以后就等着看好戏吧 果然老四批 恶狐扑式青春阿扑 正美得上天呢 诶 这货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呢 你不脱衣服拿电钻干嘛 你这情趣有点吓人啊 诶 怎么关键时刻绳索正不脱呢 于是想看福利的牛爷爷 眼睁睁看着如花似语的麦小姐 被电钻送上了天 可能你们要问 这还不是怪你 老年痴呆 手脚不利索 正不开绳索 怪谁呢 这就是暴雨的第一大问题 QTE过于密集和复杂 如果你是PC版 因为要兼顾移动 所以更是会经常按锁键 导致任务失败 而因为要时常盯着随时可能出现的QTE 直接导致玩家过于关注提示 反倒是整体故事情节的发展被忽略 而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 因为采用了固定视角 这就导致在频繁切换场景的时候 移动方向变得难以捉摸 不但视角糟糕 行动困难 还非常容易忽略掉应该去探索的地方 在家找不到厕所都很正常 实在很折磨 作为一个收集线索的推理破案剧 本作采用了四名可控制女主 多线并行叙事的手法 在局部处理上还经常会采用分评叙事的方式 比如麦小姐被困地下室 正好有花园小哥来交门 变态老四皮去开门应付他 这时候的分评 一方面描述老四皮 急不可耐地想打发小哥快点滚 一方面讲述麦小姐努力求生自救 生怕老四皮回来 发现自己的逃跑意图 这时候两个事件同时快速发展 玩家需要关注多个信息源 大大增强了视觉冲击力 和故事情节的紧张感和压迫感 非常好的游戏体验 但如果你要从案件的基本逻辑 来梳理暴雨这个故事 简直是不堪一击 前期续轨做的非常生硬 虽然成功转移了玩家的注意力 但是后期根本远不上前面设定 问题实在太多了 最大的体会就是 玩家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个逻辑的合理性在哪里 感觉自己上了恶当 前期挖的坑 吸引人目的达到了 后期说不远了 就不管不顾 这可不是个负责的态度 当然如果你除了麦小姐以外 还能贡献点劳伦的福利 也不是不能原谅你嘛 综上所述 暴雨我给8点0分 在那个时代很前卫的互动式电影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各种缺点 但让人一口气 通玩游戏的驱动力还是很强的 需要注意的是 本作的分歧点相当多 根据你选择的不同 角色是否生存的差异 结局五花八门 所以如果你不看攻略 一周目的话极大概率只能玩到一部分关卡 而错失不少精彩剧情 这就让多周目的动力变得更强 另外我非常喜欢这种 大大方方 毫不扭捏作态的成人剧情 那个年代欧美还没有那么变态的 政治正确 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所谓觉醒元素 白人还可以不是反派 漂亮的女生还可以不被认为是物化女性 取悦男性 看看现在欧美场的女性角色 乌泱泱的一群丑逼 本作真诚的启示 良心作品了 对藏金壳的老斯皮来说 强烈推荐 网期本频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个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